嘩 終於等到秋天了 最好當然是開開逢車 這輛車最棒的就是V8的聲音 嘩 嘩 很多人問為什麼還要買汽油車 就是這個原因 這期Aston Martin真是紅了 因為新一出的占士邦片 No Time To Die上映 嘩 每個人都很期待這個電影之餘 亦都很期待看那部主角車DB5 Aston Martin代理其實上星期在半島酒店 展出那部DB5的Goldfinger Continuation 原廠復古車 3000萬新價 還有所有的Gadgets在那裡 這麼難得機會 我相信大家都已經去看過那部車了 今天我試這部就是Vantage的Rollstar 就是2021年款的Facelift版 車價268萬 就相比起硬頂版貴20萬而已 2021年款新了什麼呢 第一就是它這個鬼面罩的設計 之前Vantage的鬼面罩設計 很多人都說它不像Aston Martin 廠方收到意見之後 就改良了這個設計 改了一格格的款式 今天我們看到這部車 其實加了很多選擇 車整體落地要310多萬 這個車的新顏色 就叫做Ceramic Blue 就要加31,000多元 電動的鬼面罩設計 其實是一個選擇 要加39,000多元 另外一個亮黑色的Spritter 連著旁邊裙腳要加3萬多元 車頭蓋這個透氣孔 車身兩邊的Side Seal 用了一個Match Black的設計 兩個合起來差不多要加4萬元左右 全車最貴最貴的選擇 就是這個20吋Snowflakes的Wheels 就要加52,000多元 只是車身外面的選擇 連稅都要超過20萬 上來車廂 整個車廂的啡色 它們叫做Oxford Tan Color 是一個選擇 所有標板、軚環、座椅 一個headlining和地毯都是Tan的顏色 所有加起來差不多要10萬元 車廂最貴的項目 就是中間這個中控台的carbon fiber 由Aston Martin的Q部門設計 只是這個配色都要加39,000多元 另外好像Graphite顏色的安全帶 Dark Chrome標板配色 另外還有Aston Martin的Premium Audio System 冷暖透氣座椅 整個車廂加起來的選擇 就是要26萬多元 所以26萬多元 再加上剛才外觀的20萬3千多元的配色 這車的選擇都要差不多50萬元 加上車價 所以這車的落地價就要310多萬元 Rolster版的賣點就是電動軟縫 開或者關6.8秒而已 非常之快 比起一般的開縫車快一倍 2021年款的Vantage 都是用這副AMG 4.0 V8 Twin Turbo引擎 兩個Turbo在上面 所謂的Hot V的設計 跟AMG GT是不同的 AMG GT是DrySum的 這副其實是WagSum的設計 配合ZF的8速自動波箱 這車的開縫版其實是比起硬頂版 重了大概60kg左右 這部車最棒的就是V8的聲音 在Aston Martin暫時這麼多車之中 我最喜歡最喜歡的就是這部Vantage 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這部車的體積很輕巧 相對於DBS或DB11更適合香港 510匹V8 Twin Turbo我覺得真的足夠用 還有這部車的激情感真的很厲害 這部車在彎上很輕鬆 是有一種輕巧輕盈靈活的感覺 車頭很肯入彎 完全不笨重 而且它的VD尾巴很生硬 如果你是用Sport Plus模式 這部車很好駕駛 開縫版的車架雖然沒有硬頂版那麼結實 但其實都OK的 我覺得車架扭動的感覺其實都很輕微 以開縫車來說其實它都頗實 這部車最吸引我是它那種古代風味 即是它不需要很多Gadgets 不需要十分之電子化 很多新的系統 它沒有的 它是一種很純粹的駕駛感受 即Aston Martin 各款車都有這種特質的 它未必是同級最快 未必是彎是同級最好 整個組合可以給到你 就是真的駕駛一部Supercar的感覺 尤其是開縫版你可以聽著引擎 聽著尾喉聲 享受那種速度感 真的完美 即是在現在這個Digital World 我覺得它是一輛很人性化的車 所有東西都是很天然 很原味很純真那種駕駛感 雖然電動車在很多方面都比汽油車優勝 但是說到駕駛感受 真的沒得說 V8引擎 200多萬 如果在今時今日的Supercar的世界 其實一點都不貴 V8汽油引擎的Aston Martin 趁現在還有得賣 是否應該買回價來享受一下 試完這部Vantage 我帶大家看一部007的特別版 我們來到跑馬地的Aston Martin Showroom 就是這部我剛才說的新主角 就是Vantage 007 Edition 這部車全球限量100部 據我所知香港的配額只有這部 這部車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它整個外形 包括顏色 車身的黃色配色 甚至是滑雪板 整個配搭是按照1987年那一套 James Bond電影 The Living Daylight裡面的Aston Martin V8 參考設計 車廂裡面的座椅也有007的標記 中控台首枕揭開裡面 是一個模仿Gadgets的控制 panel設計 挺有趣的那個 但是純粹是一個畫面 所有的Cosmetic部分 都是由Cube by Aston Martin 即是Cube部門去炮製 這部車香港的價錢已經落實了 年稅是350萬08千元 就是包含所有東西 我們看到包括滑雪板和RoofWrap 這部車由現時 就會在跑馬地Aston Martin Showroom 公開展出 最重要的消息是什麼呢 就是這部車其實現在也是有充足的 大家可能看完我的影片之後 就要第一時間認購了 謝謝你有所有的 車會把購入 報仇報 通過 있을